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杜苏瑞的高峰强度很有机会再增强变成强度台风 不过今天晚上它的暴风圈就可能会慢慢接触到中国大陆的陆地 会让它强度逐渐开始减弱 而杜苏瑞前进的速度又加快了来到20公里 甚至可能会加速来到30公里往北北溪前进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是杜苏瑞最接近台湾的时候 路上警戒范围包括了苗栗以南还有花东地区 海上警戒范围是台湾周遭海域都要严加戒备 另外杜苏瑞后面还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TD7紧跟在后 目前这个周遭的海洋温度还有环境都很适合它的发展 很可能会在明天白天形成今年第6号台风卡努 相较于杜苏瑞各国对于准卡努的预测路径比较一致 会跟着太平洋高压的导引气流从台湾北方海面通过 同类大湾和不独可以看到杜苏瑞带来的水汽在银封面的东部 还有南部持续带来大雨 在屏东太武乡西大武山累计雨量突破了1000毫米 花莲部里超过了800毫米都已经来到至灾性等级 而且这个雨还会继续下 在南部的雨也随着台风接近快速的增大 东南部还有屏东的山区都出现了石雨量超过100毫米的短延时强降雨 看到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 在南部的降雨会越晚越多 而东部的降雨还是会持续 到了明天白天随着台风逐渐远离 雨也不会直接停只是会逐渐变得比较缓和零星 整理台风影响时间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是台风影响台湾本岛最明显的时候 包括东部的好雨还有大好雨会继续下 南部逐渐变成迎风面 所以风雨也会越晚越明显 晚上开始在澎湖的风雨也会转强 至于北部主要是风大 在桃圆以北还有宜兰可能会有9-10级的强震风 尤其基隆北海岸还有高雄屏东沿岸都可能会出现10-11级的强震风 中部影响相对比较小 不过今天晚上开始随着台风逐渐接近 可能也会有间歇性的风雨出现 到了明天清晨台风会接近金门 所以明天在金门还有澎湖都可能会有12-14级的风雨 这么强的风会在海面上掀起金陶海浪 还可能会损毁建筑物一定要特别小心 到了明天上午台风会逐渐远离台湾 本岛的风雨会逐渐缓和 但是外岛的澎湖金门风雨还是会很明显 提醒大家都要做好防台准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